不过最人家伤心的是 目前两名协助救灾的远景 当时洪水爆发的时候 连人带车被冲到水里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直升机全力抢救因为突然暴涨的 太马里心而受创的族人 一一接过之后 却发现两名排湾族直行远景 没有上直升机 远景家人焦急等待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音讯 失踪的排湾族警员江文祥 民国六十年次 九十三年到任太马里分住所 而另一名警员许今次 则是民国五十年次 九十六年到任两位族人警察 认真卖命执行 勤募却失踪 静忠直守的表现 让他们救人尽遭危险 让家属到现在 仍判平安归来 焦急等待 记者综合报道